脖子发白是怎么回事 鬼有问题跟分析第五期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你的闺蜜小江 最近次期经常说到类似的问题 所以这一期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 其实乌龟脖子发白常见的原因有三种 腐皮 戒疮 咬伤 那么问题来了 你怎么去分辨又怎么去干预呢 收藏 点赞 加关注 我们接着往下说 如果你看到脖子上的发白的地方 它是一小块一小块的 然后你用手搓一下 它可能能搓掉 而且在皮肤其他地方 也可能有类似发白的地方 这个大概率是腐皮 如果全身都是腐皮很严重的话 就可以泡药 如果不是很严重 只有零星的几块 你可以擦点符 如果脖子发白的地方 看起来好像起了一个痘 然后你一挤还能挤出来 类似豆腐渣这样的东西 那个就是戒床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把戒床 给它清理干净 然后外擦点符就可以了 如果是脖子正后方 有一大片全都是这个样子 并且干痒了以后 能明显看出来皮肤有缺失的情况 而这只龟龟身上 其他皮肤都没有类似腐皮的现象 只有脖子这一块非常的明显 并且缸里面不止养了 它一只有魂养的龟 满足以上这几点呢 大概率可以判定为是咬伤了 而且这种情况呢 又比较常见于乌龟交配的时候 所以你缸里如果有一公一母的话 那概率就更大了 但它不止发生在交配的时候 平时呢 龟龟也喜欢咬脖子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龟龟必须要蛤蜊起来 不然其他的龟会对它发起持续的攻击 直到把这个脖子给咬坏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龟龟拿出来 给它上一些点符 流浓啊之类的 你还可以给它上一点百多邦 点符可以每天上个两到三次 百多邦每天上一次就行了 然后每天呢 拿出来一到两次 让它下水去补水 排泄吃东西 每次泡水的时间呢 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其他时间都是干痒 等干痒一段时间呢 你就会发现 它后面的这个皮肤开始结痂 然后脱落 长出来新的皮肤组织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正常去下水饲养去了 但是呢 一定要注意你在龟钢里面的一个钢吧 要不然呢它还会持续去攻击其他龟龟的 如果是交配商呢 那你就看着点吧